陶謹申議員 主席,其實是這樣的 我想清楚一點 如果將來有人有司法的挑戰任何程序 我們都要跟法律的 因為宗旨待續那裏 如果你是用財務委員會的會議程序第39條 那裏就沒有說在哪一個情境之下 多久是不能再提出的 所以我就希望小心點 就算你閣下也好 或者秘書也好 或者法律顧問 他很準確能夠告訴我們 究竟是在那一個項目裏面不能再提 還是那一天不能再提 要是那一天,譬如在兩節裏面 那兩節裏面 是不是每一節都不能再提 這個要很準確的 因為究竟你是用明示的權 即是express的power 或者是imply power 即是隱含的權力 或者是用法律顧問曾經提過某些情況之下 有一個所謂inherent 即是本應自傳的權力 這個答案是很準確的 當然他給你的意見是一個意見 但是你閣下最後是要向我們解釋 向社會解釋 如果將來有可能 要挑戰的時候 就比較準確一點 這個是第一項規程問題 主席我還有兩三項 我這次應該再排隊 應該是再排隊 我再排隊 我會一次過答 就不需要再阻大家時間 主席我其他第二三四項 那些不是中止代族那一項 如果你 你叫我現在就可以 我沒有所謂的 你決定是 很簡單好嗎 因為有關規程 我是優先處理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不停地有不同的類別 一起出來 我覺得這個呢 也都要公道些 如果是規程的 是重要的規程 要處理在先的 我會處理 那 我先講完第二項 很簡短 很簡短 我剛才聽了黃毓民議員的問題 可能他講得不夠清楚 或者我自己 我的意見是這樣的 因為主席李國賢 在這裡主持會議 你就要確保 秩序之外 其實你都要確保 我們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 來開會的 你記不記得主席 你上一次說 休會 上個禮拜 就因為有秘書跟你說 有某一些 當然你可能未必說出來 因為你不想穿過鍋 就怎樣不安全 但是最後呢 你老人家 就決定是終止會了 但是終止會究竟是 人生的哪方面不安全呢 黃毓民議員剛才提出一個 就是火警安全 就是說如果我們 所有門是被人鎖實 你繼續開會 如果被人中火 或者有人不明白 我們走不出去的時候 就踩死 你正在重複黃毓民的 我不是重複他 我希望主席你 我會記下了 我剛才已經回覆過 或者我要求什麼 我講清楚給你聽 就是希望你 就問清楚秘書處 就可以回答給我們聽 我告訴你們 因為我說有任何新的進展 都答給大家 不是啊 主席 我們正在處理現在的會議 你放心 不是主席 我不是說有沒有人衝進來 傷害我們 那種人生安全 而是如果真的有火警的時候 我們走不走出去 我兒子兩歲多 對不起 如果不是我 我可能現在 就先出去 不參與會議 那你不要說我 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收到任何的資料 我希望大家 安靜在會議中處理 我希望你將來 待會回答我們 就是告訴我們 讓我們有信心 就是我們坐在這裏 有火警的時候 我們是出去 走到火警 如果是這部分的規程 我就再強調一次 作為主席 是保障大家 一定在這裏 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繼續開會 但如果再重複 都是在說這裏 我覺得大家 是沒有需要擔心 我是一個 在這裏 聽著有行管會的指示的時候 我會第一時間 傳達給大家 等同上一次會議一樣 我希望大家 就不需要在這方面 作為一個議程再討論 下一位是 下一位